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航太认证的本土齿轮厂 不光是拿下全球前十大航太厂订单 更是波音飞机长期供应链一环 提供787座舱与控制系统所需齿轮 能够提前布局 主动争取全球航太制造和维修 两大核心业务的庞大商机 企业二代回顾当初转型契机 第一次是因为台湾传统产业 碰上外移危机 不改变就难以生存 当时有两个选择 一个是走向低单价 拼量的生产 另外一种是走向高精度 高品质的路线 那六星选择了 走向高品质的路线 所以我们就是台湾的齿轮业 第一家的经济部ISO认证 那也因此我们有 承接国际订单的能力 能够顺利地进行六星的转型 先行一步 本土齿轮厂靠着海外客户挹注 让企业迎来第一波大幅成长 只是当国际订单持续扩大营收时 大环境碰上金融风暴 全球市场快速微缩 齿轮厂被迫再次调整发展方向 寻找新出路 他说希望我们要专心 进入这个航太的产业 2008年当时仍在英国念书 但已经有创业计划的黄成峰 因为父亲的要求 提前回台湾协助工厂升级 希望让家族事业 顺利度过金融风暴 花了将近六年时间 2014年通过国际航太认证 二次转型成功 成为台湾第一家 打入全球航太产业的 本土齿轮厂 直接争取高达千亿台币的 唐太商机 客户要用在精密的主轴上 要要求零噪音 那你量起来的齿轮精度如何 就在营收稳定成长同时 黄成峰当年被迫终止的 创业梦再度萌芽 这一次他选择在台湾 挑战雷射领域 开创个人事业 从雷射光源到两侧应用 甚至还开发出 手持式雷射除锈装置 在家族齿轮与个人雷射事业上 绩效匪凡 只是这样的成就感 却也带来更多失落感 因为自己的强项 和大哥专业差异颇大 兄弟俩难得见面 少了事业话题 两人互动 开始生疏 如何打破隐形障碍 让兄弟联手 替家族事业创造更多动能 立刻成为二代接班过程中 重要课题 从小我跟我的哥哥 其实无话不谈 一直都睡在一起 但是哥哥之后 长期在海外负责 皮剑的事业 机械跟皮剑的有一点 是一个两条平行线 所以就决定了皮革为主体 机械为辅 做一个一页的结盟 尤其我们台湾的环境 文创环境非常的丰富 我们相信我们可以 透过这个一页结盟 在台湾建立一个MIT的品牌在台湾 确定要将机械工艺 融入皮剑制程 关键挑战在于 如何让设计师的想象空间 与冰冷的工具机产生共鸣 这个包在做的时候 要特别注意手腕的 这个立体红核的部分 黄江峰选择从源头做起 培养专属设计师团队 直接参与机械与镭射制作过程 不只理凭创意与工艺间的 设计落差 同时还大幅提升 客户需求与最终成品的一致性 像这边有不同的皮料 都可以做选的 一个非常精致 复杂的包款的话 可能大约需要到 200到300的制程 主料上面 只要挑选的比较硬 做起来就会非常的挺拔 但是实际上它其实是僵硬 但是却不是挺 所以在沟通上面 我觉得是设计上面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花费超过两年时间 将设计端与产线整合完成后 皇家新皮革事业 借由精密加工特色 快速打响台湾品牌独特性 在我们这个皮件产业 设计师的设计创意义法师 很多理念要能够实现 它必须建构在 机械的制程能力 以及雷射的技术 譬如说我们的皮带的销保 往往只有0.5mm的厚度 那这样的厚度 也只有透过机械的方式 才能够实现 机具骚刀 让作品更加精巧 外观方面 黄尘峰也从硬体着手 加强雷射雕刻的层次感 让图案更加多变 比如说在我们一般常用的直楼阁 那它可能设计的功率呢 是要达到20瓦 对于另外一种像毛毛皮而言呢 那我们设计的功率可能是15瓦 如果呢 功率过大 那可能会造成皮面的烧焦 功率过小 会造成成雕刻出来的效果不足 这个吗 这个吗 新创作品 首度参加雅太皮革展 就入围设计奖 隔年再次参展 顺利拿下展品大奖 兄弟俩当初带有实验性质的 一页结盟 终于看到成功契机 品牌跟工厂制造端 是可以直接去做一个连结的 中间有贸易商或是中间商的话 可能会增加大概三到四成左右的 一个成本 引擎成本在 这个是消费者他是看不见的 设计 做工以及价格走向 在再获得肯定后 常规经营的商业模式 红尘峰团队分析流行市场后发现 客制化是新创品牌最佳发展路线 我们曾经研究过在美国旧金山 有一家专门从事客制化衣服的公司 它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可以把营业人来到 新台并120亿 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客制化是一条可以走的商业路线 制作在台湾 齿轮产业打破传统 将工艺精神融入流行文创中 台湾新创皮剑要用不同规格重新定义 时尚竞争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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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栋梁